好那今天的成果就謝謝有CL高等LOY的幫助 然後就把國會搭代誌的蠻多的功能就是復活了 那所以今天大家完成的就是一個是搜尋功能復活了 所以國會搭代誌的網址是 ly.g0me.tw 所以進去裡面之後 然後下次可以搜尋 比如說剛剛我們搜尋的是勞動基準法 然後... 上面就有房子也好 然後你要我幫你打 沒關係 我們來下面一秒,然後續約法 就搜尋出來了 然後但是目前還沒做的就是 他目前只有到第八屆就是六年前的資料而已 因為國會搭代誌是已經六年前的傳案了 對不對,所以接下來目標是希望能夠把它接到最新資料 因為我另外有做一個API 有最新的資料可以抓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會議顯示的功能也復活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譬如說某一次的院會 然後那次院會有討論哪些議案 然後這議案可以再點進去看他的詳細內容是什麼 對,他知道了什麼樣的修法進度 然後以及他的內容還沒有追內容 這邊有沒有呼吸 這邊有 精鼎獎獎的一番法 這不是法律喔 阿,這不是法律喔 哦,這個是法律 喔喔喔喔喔喔,這個嗎? 被打槍蒙國齒喔 這邊介紹一下就是國會大賴之 就是你可以看到任何的修法遺憾 然後左邊會顯示現行條文 右邊會顯示修正條文 然後可以讓你更清楚的知道說 什麼法被修了 然後是怎麼修法 他為什麼要這樣修呢 對 更容易分享這個 那再來就是單一遺憾 像剛剛講的這個會議 目前也一樣就是還是舊資料 所以只有到第八屆 還沒有到現在第十屆的第八位 但是現在單一遺憾業 已經有那個就是最新的 就是像現在顯示的這個是 12月7號去年12月7號的時候的 某一個議案的內容 所以這邊就是已經可以拉到最新資料 那再來國會大概是這邊的目標 幾個目標就是說希望把 剛剛講的搜尋功能跟會議顯示 都可以抓到最新資料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來國會大概是 來看最近立法院在做一些什麼事 那今天有做一些API 像是這個是列出立法委員的API 所以這邊就是有所有立法委員的資料 然後以及這個是列出某一個議案的詳細資料 所以這裡面包含了說他的所有的那個 修法的修法的修法前修法後 然後連署人提案人各樣資訊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做一些自己應用的話 也可以使用這API 或者像這個是可以列出某一屆的所有的會議的紀錄 那之後慢慢的我會把這些API都補進去 然後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在自己的頁面上 就是做想做的一些 就是立法院的一些資料呈現 那再來就是我也展示一個我之前想 之前做過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也想把它整合進來的 就是它是一個可以查某一個法律的那個修法的 修法有哪些版本 然後最後哪些版本被採用的 譬如說我一樣拿勞動計程法 然後譬如說勞動計程法之前修法 目前有這些版本 有這麼多版本 然後譬如說我拿最新一次的版本 那最新一次的版本的時候 它有三個一讀版本 分別是劉建國的版本 跟林思敏版本跟時代力量版本 那右邊顯示的是說 那個 它最後修出來 那個劉建國版本提了第八十之一條的修正 那它跟最後修完後的結果是反正來吻合的 譬如說後來修完法的內容 是跟它提出來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林思敏提的也是反之反 這表示他們兩個人提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那時代力量版本提的就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可能有些字沒有被採用 或還沒有用它的版本 那這個主要是有點想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每一次的修法中 最後是哪一部委員提的 或哪個政黨籍的意志 比較容易進到修法中 那這不一定是評價說好壞啊 因為有可能通常都是多數黨 比較有機會它的版本 也會被選中在裡面 那就是有一個可以幫助大家來比較說 修法的 大家修法到底有沒有成功進去 然後影響有多少的一個依據 那我之後也期待把這個東西也整進 要不然就是國會大賽事 要不然就整進去來見面走 這是接下來想做的 好 謝謝大家